我国本土确诊数连续三天维持在6万多例 新增的死亡个案则连两天来到了四字头 今天再新增40人染疫死亡 而当中有三个人都不满50岁 虽然说本土的确诊数不升反降 但是有医生用模式来推估 说本土的确诊高峰会落在22号这一天 到时候预计会有12.3万人确诊 而指挥中心则分析说 目前的疫情正处于高原期 可能日增10万例 而高峰预估会落在20号到30号之间 五国本土确诊数14号新增6.3万人染疫 全台只剩新北市维持破万例 本土疫情也再度烧向指挥中心 发言人庄仁祥因为家人确诊被列为居隔对象 看五国整体确诊个案数相较前一天微幅下降 倒是死亡个案却连续两天都来到四字头 除了有一名本身有慢性被病的90多岁妇人 打了两剂疫苗在家中昏迷急救无效 另外还有三名个案都未满50岁 其中最年轻的是一名 长期使用呼吸器的20多岁男性 在染疫后合并呼吸衰竭不幸病逝 社区无可避免的一定是还是会有一些潜藏的个案 比较担心说有比较一些急重症的个案 在社区里面可能还等不到PCR的筛检 那就已经来不及治疗 筛检资源还是要留给一些比较急重症的患者 虽然五国疫情连几天不见预期的指数型成长 不过有医师以模型推估 疫情的高峰将会落在5月22号 预估确诊数会来到12.3万人 更点出从这个星期以来 五国确诊数字变化的很奇怪 最有可能原因是PCR筛检量能不足的天花板效应 也出现不少死亡后才确诊个案 高峰确实是可能落在5月20到30这段期间 疫情的北中南的这个趋势不太一样 但是这几天的数字看起来大部分的县市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像是在高原的一个情形 再看看光市北部筛减阳性率高达6到7成 指挥中心解释因为大部分都是快筛阳性有症状才做PCR 现在要从阳性率来推估社区疫情已经不准了 短时间内也会先看是否达到低推估的10万例确诊数 再持续观察疫情变化